WS501 蒲正銘 不認密戀兩年 大11歲設計師 控用完就丟 WS501 蒲正銘 最近化身黑暗天使走秀 沒想到還真的有人 挑出來指控他的心是黑的 25歲他 4月為韓國知名設計師 宋慧銘擔任服裝秀壓軸 昨晚36歲的宋慧銘 在自己臉書上驚爆 正銘啊 謝謝你給我造成的傷 這件事情 要是不讓我說出來 我一定會後悔500年 我相信時間會撫平一切 我和你之間發生這件事 很臭臭 欸 這這這 難道說他們交往過嗎 到底兩人的緣分 是怎麼牽在一塊的咧 話說宋慧銘是在韓國 小有名氣的設計師 張跟碩 Tintop的藝人都穿過他的服裝 想我自己幫我聊 還有 還有嗎 對 他在臉書上表示 兩人從2010年開始交往 還曾一起上節目 宋慧銘之後也免費替 SS501以及單飛後的他打理造型 其料普正銘最近開始失聯 宋慧銘覺得他刻意躲避 決定跳出來指控他是負心漢 我意識到你對我不是真心 而是在利用我 雖然幼稚 那一件馬里桑的禮物都帥帥了 宋慧銘這箱言之早早 但不證明透過經紀公司表示 兩人只是很好的朋友 百分之百沒有交往過 蘋果娛樂新聞 又是一樁羅生門納報導 這件事女朋友 也輪在已遇上 進入 九尋 整個 碰國